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北角這一局真是結了 截至目前為止 累計有七個個案 與北角的一間佛堂有關 而最新的個案 患者就是在北角一間KFC工作 而這間KFC就與佛堂相距不足300米 在2月23日的時候 衛生署曾經去過這間佛堂進行採養工作 在佛堂外邊的扶手、門鐘、鎖匙洞和升降機等 採集了33個環境樣本 全部都是呈陰性反應 不過在佛堂內的經書、櫃箭、洗手間的水龍頭 以及扶手等等的樣本 都是呈陽性反應 難怪這麼多去過這間佛堂的信眾 都是出事 根據這些環境證據 我就作出了一個大膽的估計 可能有些信眾在掀經書的時候 就把手指放在舌上舔一下 用那些口水就容易掀經書 當他用完的時候 那本經書當然不會拿去消毒 第二個用 第二個用就摸到口水便直接接觸 或者當他跪在念經的時候 當然會唸出聲音 那些口水就噴在櫃箭上 以及噴在本經書上 第二個用 又是直接接觸的 最後摸到連水龍頭也一樣 當然這是我的大膽假設 總之都是一句 在這個高危的時刻 所有宗教聚會都應該取消 正如袁國勇教授的呼籲 他說建議市民應該保持社交距離 大食會、寬信會、教會都不要去 我相信他是犯止所有宗教聚會 他就說 他留意到 有些市民在行山的時候 攬頭攬頸 又一起吃一餐 他就說 每一毫升的口水 就有一億粒病毒 一粒病毒便足以致病 病徵也可以很輕微 不要以為一起吃飯是沒事 因為你不知道誰是有事的 我當然是完全同意袁國勇教授這些呼籲 如果我們全體市民都肯緊守這些底線的時候 其實很快就會雨過天青 不過最壞就是林鄭 到目前這一刻她都不肯全面封關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 昨天深圳灣口岸有差不多1500人入境 證明我的估計是正確的 過去兩個星期我已經說了 一旦市民看得到原來你那些強制檢疫 是這麼久留的時候 人家一定會不怕 一不怕的時候 入境的人次就會急升 目前你都說 已經有上升趨勢 接下來我們又說說 關於西貢康樂中心的情況 中心已經被衛生署辟作為檢疫用途 但裡面的環境真的非常惡劣 有些營友向媒體求助 到底什麼事呢? 原來這個營裡面簡直是形同虛設 好像沒有網管一樣 究竟有哪幾個重大問題呢? 首先來說就是不夠飽 昨天我們也有說過 有些營友甚至乎跟職員醞釀衝突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完全達不到所謂檢疫的目標 當你要困住這群人兩個星期的時候 其實你也要避免他們之間有接觸才是 不是的 他們可以在營裡頭的活動範圍走來走去 即是他們之間是有互相接觸的 那你有什麼作用呢? 可能當中有些是潛伏者 那他們會惹到四處都是 有一個交叉感染的情況 這些完全管理不善 而且你有責任提供足夠的食物給人 你搞到別人走去示威抗議 真是愚蠢 第二件事就是 昨天六個人一間房 我們說過了 原來他還要共用一個臨浴間和廁所 真是麻煩了 只要其中一個人是有事的話 他又摸一下洗澡間 摸一下水龍頭 摸一下花灑 接著他放下幾兩的時候 可能又會碰到邊 或者是剁了一點 第二個人一坐上去 那就大劑了 衛生署應該要有一個通盤的考慮才是 縱然不是你這些制定措施的人 會入住這些中心 你也要想想其他人 你要為市民著想才行 真是看見了 真是該灰 還要六個男人睡在一間房 你真是搞什麼 你沒有獨立的房間 你不如不要困住人 這些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這是達不到你最終極的目標 你困住他十四日期 為甚麼呢 不是軟禁 對不對 第三個就是 那些人吃飯 原來要共用一張圓桌 可能他們就要制止自己自律 吃飯的時候 真是食不言沉不語 不能說話才行 一旦他們之間在說話吹水 那些口末會噴到別人的飯 哪有這麼愚蠢的 這些設計 還有一件事就是 原來他們每天就要自行梁體溫 不過這個體溫他們就寫在一張紙上 但是就沒有任何人可以進行監督 請問梁尼做甚麼 這些很明顯就是管理不善 而且你這個中心簡直是形同虛切 環境又惡劣 其實就不太適合作這個所謂檢疫的用途 你不搞好就搞了 幸好裡頭就沒事了 告訴你 如果有一個是潛伏者的話 其他同房的五個人非常之高危 接著就說說服貨的情況 今天教育局就宣布了 全港的學校不會早於4月20日服貨 換言之那些中學生小學生就會放了復活節假期 才會服貨 這個就要讚他 是正確決定的 在100項的措施當中 有一項是做得正確的 對於這個特區政府來說 已經是超額完成了 大家對他都沒有任何期望 他竟然有一樣做得正確的 其實世界各地很多地方 他都不肯去停課 因為出於面子的考慮 或者出於輕視情況的考慮 無論他怎樣也好 那些地方其實做得不太好 應該就是要停課的 香港就做得好 袁國勇教授就提出了一個建議 他說日後如果復課 就應該由大學做起 等14天過後再考慮處理中小學 但我覺得這樣 如果條件未成熟的話 絕對不急於搞復課 因為目前的大學 現在都在搞網上學習 在網上做課程 那就好 因為大學比較特別 如果百企有序 在所謂的課程中 那些空氣又混逐 又在一個密閉空間裡 如果有一個出事 就很容易惹到 那些前後左右的人 我建議 未有足夠的條件之前 絕對不要輕言復課 否則很容易出現社區擴散 至於中小學又怎樣 其實現在的文憑市 會照常舉行 沒有影響的 那些就是照星班 今年學不完的 明年補課的時候再學 其實沒什麼大礙 中小學的東西很簡單 接著就是文憑市 照常舉行 但我建議他真的要增加間距 他也有說 我有兩個建議 第一 考試盡量不要在禮堂舉行 就轉到班房舉行 因為一個班房最多都是容納幾十友 一個禮堂就二百幾三百友都可以 第二件事就是不僅隔行錯這麼簡單 而是前後左右都應該要沒有人 這樣才是最安全的 你也要確保那些人的考生安全 不是說你考就考 希望當局就會聽到這些意見 接著就說一下林鄭 在今天下午兩點多時 她忽然間出沒了在深水埗的桂林街 從二十名便衣警員擁束下 上到桂林街的一棟堂樓的樹 逗留了大約一小時便離開 臨走的時候 就有十多名的G4保護 接著就上車離開了 在這段期間裡 沒有任何市民走上前 跟她進行任何對話 但是就有市民爆粗罵她 當她上車那一刻 這隻林鄭當然就是自欺欺人 你到這一刻還在搞什麼做秀 我不知道她在派東西還是怎樣 走上去這些地方 實情有什麼作用 你的民望已經跌到史上最低了 她這次的民望評分只有十八點二分 還衰過去年反送中的期間 證明連那些藍絲也不妥理 林鄭啊林鄭 你是開埠以來最衰的香港元首 還衰過基谷廉屆 還衰過田中九一 麻煩你收檔吧 好嗎 還做什麼東西秀呢 今天有戴口罩出來的時候 你不是說不用戴口罩 你有病嗎 你為什麼戴口罩 根本上那些標準又不一致 經常搬龍門 而且看見她的樣子 在那裡跟市民揮手說大家辛苦了 喂 你不要這樣揚揚自得 你真的覺得中央政府批准那些滯留的香港人回香港 就會挽回到你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嗎 就會幫助到建制派的選情嗎 你不要做夢了好不好 實際上你知不知道市民是怎麼想的 一末就懂得說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 其實就是在發夢 那個所謂三百億的基金 你只是留在那些企業那裡 留在那些商家那裡 很多市民根本上不能受惠 明天就是財政預算案 我不知道他派多少錢 如果你派得少於一萬元的話 我想你的民望還更加跌得厲害 派一萬元就是全民共識 你不要低過一萬元告訴你 其實是低過一萬元就不派 一來你就滿足不到市民的訴求 二來當年曾俊華司長也派六千 經歷過這麼多年的通脹 你不是派得少於一萬元吧 你這些陳茂波司長 做財政司35萬9千元一個月 日薪是萬二元 叫你派給市民一次派一萬元 你也會餓餓 你辭職好過了 別做了 整班特區政府高級問責官員 全部收檔 三思十二命 有鬼作用嗎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